01,后半生,请学会沉默,有时候被人误解,不想争辩,所以我们选择沉默,生活中不是所有的是非都能说清楚,甚至可能根本没有真正的事与非。 那么,不想说话,就不说吧,再多说无意的时候,点许沉默就是最好的解释。 02,后半生,请回归瓶颈,人到了一定的年纪,反而不喜欢喧闹的环境,瓶颈的心态更有利于身体健康,延年益寿,不管它物质生活充实或贫乏,只要心里非常瓶颈,就是在过着幸福的生活。 03,后半生,请学会弯腰,和子女的意见发生分歧,与朋友造成语言上的冲突,这些都不要紧,想开点,放开点,即使是挖个腰到个腺,又有什么关系,这时候,你也可以回家擦地板,另一块抹布,弯下腰,把面前的地板擦干净。 03,劳动身体的同时,你会发现也慢慢抚平了自己的心事,零死,后半生,请不要像如果当初,人生是一条走无限多出路口的长路,永远在不停地做选择。 05,后半生,请继续学习,读书看报,书法画画,唱歌跳舞,钓鱼打牌等等,都是我们我们继续学习。 的方式之一,随身携带着一个老个播放器,不管在家,还是外出陈列,练太极等,边听歌边做其他事情,这样能给生活带来很多乐趣,会让心情更加舒畅。 06,后半生,请保持单纯,想的太多,反而会让生活复杂化,单纯其实是一种上天给予我们的恩赐。 单纯的活在当下,单纯的感受食物的香味,单纯的体会运动的快乐,单纯的和朋友谈天说地,不要思考太多,生活其实就是简单的快乐。 07,后半生,请偶尔足起,每天吃水果蔬菜,健康食品,是不是偶尔也想吃一些大鱼大肉? 那就尽情去吃吧,健康食品对身体有好处,但偶尔也不妨俗起一把,人生不需要把自己绑得那么紧,偶尔的小小放纵,偶尔的苏气会更平易进圆。 08,后半生,请好好打扮,爱美应该是我们一生的追求,千万不要因为觉得自己年纪大了,就不爱打扮了。 要趁着我们现在被还挺得直,腿还走得动,多穿花哨的衣裳,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去看最美的风景,去拍最美的照片,留下最美的瞬间,然后老了给懒尔讲故事,这是独自在西湖边上,这是大学同学二十年聚会。 这是西双半呢,难忘的瞬间,永久留存,聚会旅游不操心,旧山聚会旅游网TOP2009COM 祝贺会看望荣获大海洋班大赛项目银班奖,09,后半生,请偶尔傻一点,该健忘的就健忘,该出新的就出新,该弄不清楚的就不清楚,过去了的事就过去了。 如果只会既不会忘,只会既算不会大股末,只会明察秋毫不会不见于心,只会精明强悍不会丢在蜡寺,只会让我们生活有无休止的苦恼。 神,后半生,请经常祝福别人,我们怎么对待别人,别人就会怎么对待我们,因此经常赞美你的朋友吧,经常表扬你的子女,孙子吧,给陌生人也送取一份祝福吧。 当你带给别人快乐的时候,你会发现,你甚至能得到双倍的快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转发os